接下来请大家看两段视频更多的话看过之后咱们再说 这是一段行车记录仪拍摄下来的画面 一辆大货车行驶在装有行车记录仪小轿车的前方 之间大货车突然向左打轮 一辆摩托车出现在了前方 而这辆摩托车一下子从道路的最右侧横着向左开 并逆行开到了对向车道 虽然对向车道上的一辆集装箱货车已经发现了摩托车进行躲闪 但摩托车还是撞到了集装箱货车侧面的箱体上 左摇右晃后摔了出去 万幸的是主视角司机看到他亮亮呛呛的骑着摩托车 于是便有意提前刹车才避免了惨剧的发生 如果车友被卷入货车车底后果不堪设想 再来看这段视频 一个摩托车车队行驶在路上 开着开着 其中一辆摩托车显然是没有控制好车辆 左摇右摆的撞向了隔离柱上 司机试图用脚稳住车辆 不过还是在撞到了十几根隔离柱后摔在了路上 所幸司机已经提前降低了行驶速度 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北京台编辑报道 这个拍摄现场啊 一个是在国外 一个是在国内 但是剧情呢 同样的惊险 虽然说是剧情 但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最终呢 没有出什么大事 但是看的人是心惊肉跳 相信当事人更加的心有余悸 后怕 还有一个共同点呢 就是主要的角色都是摩托车 摩托车 我们俗称是肉包铁 说的很直白 很形象 同时呢 也间接的在提醒大家 格外要多加小心 那么因为呢 与汽车相比 摩托车速度一点都不慢 可是安全保障低 稳定性差 当然这还不包括 驾驶人员的违法的因素 那么说到这里呢 在这个月啊 北京集中整治摩托车违法行为